他可以跟你交流 他可以说话吗 这个功能可以后期实现 但是现在这一款没有 这款没有 要实现说话功能要加钱 那我就买这个暂时还没实现的吧 行 台下交易 来 这里面最喜欢 自己最得意的是哪个 我自己最得意的还是黄蜂 还是黄蜂 那咱就说说黄蜂吧 黄蜂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机械感特别强 就是说用我们这些零部件 感觉更真实一些 看着更霸气 更帅 你这个板筋是哪来的 这个材料都是充费 这个开车场嘛 开车场 一些修理厂去收嘛 这个棱角都是敲出来的 还是用冲压模具冲出来的 都是敲出来的 敲出来的 敲这么直 对 其他的几乎都是 全部都是汽车上的了 这卖多少钱 这个我们现在的售价是12000 12000 这也是不能动的 对 这个也是 这个买回家去的话 摆在没有地方摆啊 如果说比如说 你平时那个找用户 去给他 他合影收钱 我觉得还可以的 所以我们是愿意合个影 比如说给点钱 其实说就是在花 12000 买一个这个东西真不贵 对 关键是公司里面进行摆 是现代化的一些 这个互联网公司 摆一个这个挺好的 但我最喜欢的是这个 对的 这叫什么名字 这一款它是 也是这个电影里边的一个角色 叫机械狗 就是一个狗的造型嘛 当然它 就是在电影里面演的 它就是一个 反派的一个角色了 这好像是放着潮汐 潮汐这个动作很逆 这一款的特点 它就是机械感很强很强 全部都是用这个零配件 去打造出来 土雷老师 你要知道 就上一集 我们不是这个 弄了一个同款吧 然后呢 我们节目组的导演就开始 他们说 每次要有这样的手艺人来 他们都要挑战一下 于是今天 我们节目组的导演 也做了一个变形金刚 要挑战一下他 请看 哇塞 这个有创意 这真好 特别是脑袋有创意 对吧 这是被人压在那个身子 然后还有小翅膀 身高也不高 好厉害 所以这个呢 我们也可以拿出来拍卖 大概价值六千块 六块钱可以 中间那俩孔子干嘛 这个其实就是散热 有没有人想要 六百块 六百块 六六六 八百八十八 我代表节目组八百八拍给你了 好吧 刚才都说到生活生活啊 生活有的时候确实很现实 也许一个模型卖出去 正好能够满足一个月的生活费 在这整个构成当中 有没有为了真正的为了一个月的生活而赶期制作出来的产品 有这个时候当时我们做一款 也是客户定制的一个铁牛 当时为了赶工期 三天三夜都从来没有休息 当时我下边的那个工人也好 他们是两个小时 轮换一个人 我是连着干了七六个小时 而且中间从来都不再吃饭的 吃不下去 就是累到那种程度的时候 这家人都知道吗 家人知道 肯定是知道的 那今天到今天为止算是大有改观了 生活也挺好的了 那有什么要跟一直支持自己的家人说的呢 我当时结婚的时候呢 我老婆的一个姐姐给她借钱 当时我们也没有多少钱 我的工资当时是 那时候还上班 刚结婚的时候 一个月一千五百块钱 当时借钱 我给我老婆说了一句话 我说 结婚了以后 咱们家不管怎么困难 我不会让你去出去借一份钱 到现在也是这样 不管再困难 从来没有让我老婆去外边找过一分钱